高考之后 最长的暑假开始了 天很蓝 阳光很灿烂 一切都很美好的样子 虽然高考难免有一些遗憾 但大家很快就调整过来了 尽情享受着假期 每一个人都很充实开心的样子 让我光看着也是很开心 姚拉终于相信了那封信不是我写的 想叫我一起去毕业旅行 我没有去 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走啊 快吵啊 走啊 走啊 好巧啊 我们又遇见了 你跟着我要做什么 我没有跟着你啊 我来这里看书啊 听说学艺很难的 俗话说笨脚先飞 我们可以一起 医学院不适合你 这本书也不适合你 顾小满不会真有什么事吧 喂 安宁 走 走 昨晨到底在生什么气啊 我今天一定要问清楚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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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这儿练散打 左啊 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 我不就是和你 考了一个学校一个系吗 你是不是觉得 你学霸才能考上的学校 我和展岳这种学渣 也考上了拉低你的档次啊 你就这么不愿意 和我们俩继续做同学吗 说完了吗 我 我没说完 那你先说完 我 我说完了